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好的 接下来我们为各位介绍一下观众的感谢 你回来了啊 爸回来了 这位观众教大家不会浪费空间的方法 原来这样放就行了 真的是很方便耶 开幕五周年纪念全面五则优惠 上面说全面五则优惠耶 大家要吃烤肉 哪一家 好像是国大旁那一间烤肉店啊 烤肉哦 好久没有吃了耶 就是啊 在家就可以吃了啊 在家里烤还比较便宜的 偶尔出去吃吃吧 爸 您刚才说什么 我们就去吃烤肉吧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我看看哦 就礼拜五去好了啦 今天要去吃烤肉了 太好了 你们在家就先吃点东西啦 为什么啊 我们今天不是要出去吃烤肉吗 在外面狼头狐咽的就不看啦 我们才不会 狼头狐咽的 好啦 太棒了 我也要吃烤肉吃到吧 好啦好啦 麻烦先来一杯生皮啦 好的 生皮一杯 我想吃上等的带骨牛小排 那我要吃上等里鸡肉 你两个啊给我听好啦 不准点上等的 啊 上等的东西没有比较补 绝对不能够点 听到我啊 呃 完全听不懂 不过知道了啦 不点上等的就是了 嗯 老爸 你要吃什么啊 偶尔吃个上等牛蛇也不错啊 诶 好好 好贼哦 我们今天可以来这里吃烤肉 是脱蛇的糊啊 偶脱老爸的糊 脱就好了啊 嗯 老爸要吃上等牛蛇呀 嗯 我要牛小排 我也要 诶 其他的东西哦 尽量点没有关系啦 难得来吃一只烤肉嘛 譬如说里 嗯 特大碗白饭之类的 这是烤肉店呢 又不是专门卖白饭的店 你给我听好啦 饮食最重要的就是均衡 均衡 是 是 哦 诶 这里写的咒位是什么啊 名字好像怪兽的器官 咒位是指牛的第四个位哦 神皮来咯 第四个位 牛到底有几个位啊 因为牛是反除动物 所以它呢 总共有四个位 有刘位 蜂巢位 虫瓣位 和咒位 刘位是因为形状长得像刘 蜂巢位 当然是因为像蜂巢 虫瓣位 是因为重叠了很多层的关系 咒位 则因为它虽然是胃 却像肠子一样蠕动 还皱皱的 哦 麻烦一下 来咯 你看 这道菜叫惹媳妇哭 牛也有婆媳问题哦 鲁鳌 承认你是我的媳妇 我受不了了 哦 这里有写 是牛的动脉哦 哦 为什么会取这种菜名啊 好奇怪哦 是因为好吃不想让媳妇吃吗 还是因为太好吃了 所以媳妇被这婆婆偷吃 我看哦 一定是因为很难切啦 但是婆婆硬要她切 所以才会一边哭一边切 这样听起来 好像还蛮有说服力的 先来吃牛小排 你先等于下 我 干嘛 要是先烤这种酱汁多的东西 网子很快就会烤焦的 之后再烤牛舌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 就都会有一股焦味了 有道理 还是幼子卡卡绿懂得真多 那就先烤老爸的上等牛舌好了 老爸 好 老爸大人已经点头了 大家也可以脫他的湖吃上等牛屎 太好了 上等牛屎 好好吃哦 接下来要烤什么随便你们啊 好 对啦 老爸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去的那间顽固老爹烤肉店啊 好 你说那家 现在马上翻面 表面只要稍微烤一下就可以吃了 结果根本不记得味道如何 只记得那个顽固老爹 没错没错啦 我跟你们说哦 老爸跟我年轻的时候哦 这里是大草原吗 弱肉强死的四季 不对 是你真魔头的四季 姐 你太贼了 都说你在吃 谁叫你要吃那么慢呢 冰了吗 给我差不多一点了 我来帮各位换个网子 好神哦 不愧是专业的哦 吃得好饱哦 我好像吃了一整年份的肉了 没有错 真是的 还好是五则优惠 不然还得了啊 牛家户烤肉店 救命啊 真的很对不起的啊 都是我看错店了 害你破会的 偶尔一次没有关系嘛 好难吃哦 好难吃 橘子 我问你 如果要让你选的话 你要当三天美人还是月下美人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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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这个要我怎么选呢 我觉得两个都差不多 诶 也对啦 这两个可以当美人的时间都很有限呢 对啊 没错没错 可是三天美人就只能美短短的三天而已 不过 月下美人只要有月光的存在就可以美一辈子哦 你不觉得这当中差别很大吗 哦 蛮有道理的 三天还一辈子的差别啊 这两个之间确实差别很大 嗯 嗯 那小青 如果是你你会选哪个 你问我 嗯 要是我的话应该会选三天美人 诶 为什么 你想想看嘛 白天没办法约会的话未免太惨了吧 哦 要约会还是得在大白天 这样比较正常啊 真倒也是 再说俗语不是说美女不耐看吗 所以啦 只要利用变成美人的那三天 好好地抓住对方的心 让男人败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那我就赢了 人只要一旦爱上了对方 通常就不容易讨厌对方了 有道理耶 我投小青一票 橘子呢 我的话 嗯 怎么你还在烦恼哦 不是啦 你想想看 小青刚才说的策略虽然很具有说服力 可是就算那三天能跟对方恩爱的 如果第四天突然变臭 对方不是会被吓死吗 对方本来爱的应该是美女才对 这样又来再怎么爱也会清醒过来的 对哦 不管你是美人或不是美人都无所谓 因为我爱上的西花之姿 除了你意外 我谁也不爱 只要设法让对方这样想就好啦 哦 好酷哦 还好啦 没什么啦 有道理耶 只要让对方认定 不管你是不是美人都无所谓 我爱的就是你 就行了 不管你是不是美人 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爱上的是你花橘子 除了你以外 我谁也不爱 眼目同学 橘子 只要让对方这么认定就好啦 不管你是不是美人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爱上了圣女花橘子 除了你以外 我谁也不爱 好想听啊 好想听眼目同学这么说 那家伙在干嘛 竟然自己一个人开心到脸都红了 不对 这种事会有这么顺利吗 应该说我真的有这么好 好到能让对方 例如眼目同学对我说这种话吗 仔细想一想 我又不是长得特别漂亮 普普通通的 我爱上的是你花橘子 我根本没有什么优点能吸引他这么说吧 嗯 花橘子那家伙 自己在那边一下子窃小一下子沮丧 他是在练习自己 好美丽自然就会表现在脸上 不管长得有多漂亮 坏心肠的人笑起来就很假 譬如说呢 譬如说 这个嘛 对了 就像那种的 在童话故事里面 让公主吃下毒苹果的那个坏母后 那种人的确长得一副坏心肠的样子 对了 所以说 你看 像这种笑容 我和我最来没有长得特别美 但是因为我有一颗善良的心 笑起来自然就很善良 哪有人这样夸想自己啊 这种人通常都嘛很谦虚 有道理 虽然妈把自己过度美化了 不过她说的心灵美人 倒是很有道理 橘子 什 什么事啊 你答应我要打扫皇间 还有每天自己拿便当盒出来 还要用宫念书 每天都会帮忙我做一件家事 还有自己会折一件洗好的衣红 为什么全都只有三分钟热度啊 对不起 狗虾美三千美人还有月下美人 养到美人之前 先赶着你身分钟热真的会辛苦 根本就是老巫婆嘛 之前咪咪还那么大声说 心灵美丽会表现在脸上 妈 你不要这么凶嘛 不然你的心灵美人会消失的 麦娃娃 快进我身体 我睡过头了 小姐 不好意思 你掉了这个 什么马 原来是你啊 太小姐了 鸡杠 你想干嘛啊 什么嘛 原来是你啊 真是的 没事干嘛来这一套啊 你为自己是回眸美人吗 你在说什么啊 什么叫回眸美人 什么意思啊 他又更精彩了呦 还有更精彩了呦 还有更精彩了呦 变为起之后 还有更精彩了呦 好像快要變天了 我正好想要出去說 這些衣服怎麼辦 應該不會下太大的雨 應該不要緊張 不對 我看還是先收進來比較保險 天氣實在是很難說 怎麼辦 怎麼辦 媽媽 我原教員 我跟你說 我也正在想最好運動一下身體比較好 結果附近就開了一家健身房 這樣很好 而且開木大優待 不但不必交年會費 前兩個月還免費呢 免費的我最愛的人 對嗎 我也覺得這樣很滑得來耶 不過最後我還是沒有加入會員 為什麼啊 後來我仔細想一想 好像也不用去上什麼健身房啊 如果去健身房運動的話 就會給自己壓力 覺得 會不會去健身房運動 會不會去健身房運動 對 就代表不是那么重要嘛 到了 哎呀 真的耶 好大的鱼哦 哎呀啦 外擦啦 你难道没有心梳起来 没有啊 哎呀 这下子可能会被淋湿呢 哎呀 我又要从洗衣变了啦 谁也没想到 雨会下得这么大 就是啊 这下子要想办法从特麦会藏回来才行 我觉得我的干劲都来了 是吗 哎呀 没想到已经来这么多人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好货 我们赶快去看一看啊 哎呀 这个好像不错哎 嗯 款式看起来不错哦 嗯 要是颜色再深一点点的话就好了 怎么办呢 嗯 嗯 哎呀 哎呀 哦 富山太太呀 安装啊 哦 有一个包包我还蛮犹豫的 但是结果还是没有买 哦 啊 这样哦 花太太呢 是有看到几件不错的裙子的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决定要挑哪一件 结果哦 最后就买了袜子了 嘿嘿嘿嘿 是吗 让你们久等啦 哎呦 隧岛太太啊 你买这么多哦 也还好啦 这件毛衣啊 我本来还犹豫要不要买 不过我这个人事后常常会后悔 所以就干脆买啦 哎呦 你们两个刚好相反呢 哎 富山太太是犹豫的话就不买 隧岛太太咧 是先买的再说啦 哎呀 真的耶 哈哈哈哈 看样子果决的方法还真多耶 哎呀 对啦 那花太太 你要不要干脆趁这个机会决定一下 以后犹豫时要怎么做呢 哎 也对哦 先决定好的话以后会比较轻松 这样到时候才不会三心两意的 结果买了完全不相干的东西 这样说也对了 我咧 以后怎么办才好咧 连要怎么果决都好犹豫哦 算了 以后花太太 你只要以犹豫就先做了再说吧 也好 这样比较像花太太的作风啊 就这样决定啦 花太太只要犹豫就先做再说 我 一旦决定好的事就不要再去改变它了 知道吗 绝不能走回头路 我知道了 我会这样做 我今天好像真的买太多了 就当勒了 我忘了买沙拉油了 要爬上这个斜坡才可以 咦 怎么办啦 要回去买吗 可是很重呢 我看还是去买好了啦 花太太只要犹豫就先做再说 花太太只要犹豫就先做再说 这也没办法 都已经决定好了 还是回去再买 拿这么重的东西走这个斜坡好累哦 我看算了啦 还是别买了 回去好了啦 油腿的时候先做再说 不过如果真的不想做的话就不要做也没有关系啦 这样也很果决啊 可是我今天晚上要煮蛋包换的时候 没有油的话 鸡蛋就会黏在炒菜锅的上面呢 一旦决定好的事就不要再去改变它了 知道吗 绝不能走回头路 没错啦 刚刚明明已经决定走回去买的 可是走到一半要决定又回来 还是回去买好了 我的鸡蛋 我真害你 东西这么重 一开始就应该决定直接回家的 好重喔 累死我了 我不行了啦 没回去买才是对的 妈 我好像感冒了 可是家里已经没有感冒药了 吉子 你等我 结果要把我逃路了 各位角色料理大对决 不喜欢我的料理 大对决 第一回合 正接受各位观众的投票喔 本节目呢 目前接受各位观众投票 决定简单料理的算物结果 是橘子的鱼鱼菇好呢 还是柚子的海带牙鱼鱼好呢 投票结局就看到咯 料理大对决的第二回合 敬请祈祷 好冷喔 体育老师每次都说 是因为心里觉得冷 身体才觉得冷啊 没错 难道大热天也是因为心里觉得热才热的吗 就是说嘛 啊 滑菇 吉子的口同产 我是看过罐装关东煮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罐装滑菇汤 这还蛮好喝的喔 小青 你喝一口看看 小心一点 喝太快的话 滑菇会一下子跑到石头上 很烫的 你有经验喔 是啊 总之你小心一点啦 还不错喝吧 不怎么样 为什么 哪有为什么啊 吃不喝你的口味吗 明明很好喝 到底是为什么 局者的口头禅 其一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冷啊 阿哉 小青 你干嘛回答得这么冷淡啊 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这种问题根本就不用认真思考啊 那我回答你 阿哉不对吗 我不喜欢阿哉 不如回答是啊 可是这样不叫做回答 根本就是凤鹤嘛 我的意思是 你为什么要想得这么认真呢 是啊 是啊什么 被问到为什么的时候 就回答你 是啊 你刚刚不是这样跟我说的吗 我有这样说 有欸 我是有说啦 你干嘛 要说三次有啊 你很烦耶 抱歉 抱歉 这部电影还蛮好看的喔 你去看过永远的爱情羁绊啦 你说好看是有多好看 有多好看 橘子的口头禅奇二 有多什么的 大概有这么好看 这是什么啊 多好看这种事要怎么形容啊 你可以说非常好看 或者是不错看 所以我说大概这样 算了 橘子 小青 春山 跟你们说 我上个周末跑去滑雪了呢 好好玩啊 好好玩 春山 你的滑雪技术有多厉害呢 你有多厉害啊 橘子 春山大概有这么厉害喔 嗯 小青有滑过雪吗 哦 只滑过一次 可是第一次就撞到树了 结果锁骨裂开 我就不敢再滑了 哦 锁骨裂开会有多痛啊 大概这么痛吧 啊 掌心柔你懂了嘛 这是干嘛 欺负橘子做的手是吗 沒錯,就來讓它流行吧 為什麼 橘子,是這樣嗎 沒錯沒錯 討厭,為什麼要一起欺負我啊 為什麼 媽,我問你喔 我真的有很常說為什麼嗎 這個嘛 我記得你小的時候 天天都在問為什麼 為什麼夕陽是紅色的 為什麼天空是藍色的 為什麼媽媽這麼漂亮呢 我...我有說你漂亮 這應該是你自己掰的吧 一定是這樣啦 不過,你這小子 我越忙你就越愛問為什麼啦 蛤...兒...兒...ε... 蛤... gang子咧 有走到 這為什麼是押 bulliedد 到底是為什麼呢 再過10分鐘後店就要開門了 这样很危险 妈妈 为什么天空最暖色 妈妈我也不知道会怎么 对不起 那我问你 我还常讲有多什么的吗 有多少 我想想你从以前就 够了够了 我知道了 原来我有这么多口头禅 本来就没有完美的 为什么 不对 原来是这样 对 怎么了 讨厌念书也是口头禅 那才不是口头禅 还有说多给我一点零用钱 什么嘛 完了 好冷好冷 一点都不热嘛 我就知道被转成弱了 这么冷的天气应该转强的 强 你又开这么强 这样很浪费店呢 奇怪了 你为什么就这么怕冷啊 为什么啊 他刚刚说为什么 你知道吗 老爸他在外面赚钱 要多辛苦啊 知道吗 我让你这么轻啊 原来我的口头禅是遗传自老妈的啊 还有更精彩的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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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为期之后 还有更精彩的呦 第二回合的主题是 进来啦 不使用菜刀的料理 请问 什么事情啊 如果不使用菜刀 那么可以使用剪刀吗 不行 那叉子和刀子 还有老虎钱跟螺丝锤子呢 还有不行不行不行的 不行了 第二回合的不使用菜刀的料理 同样的一个礼拜以后花表 你们两个要认真的比赛哦 来了 来了 有很多新生的鱼哦 生鱼片 生鱼片虽然不必用到哦 谢谢 谢谢 倒可以用菜刀切得美美的 不行 会用到菜刀 不使用菜刀的料理 拜托 哪有什么料理 是不用菜刀的 可乐饼开起来好好吃 这是使用国产黑猪肉 所做的可乐饼哦 要不要来一个 不用了 要做可乐饼 就得先把马铃薯煮过 再用菜刀把洋葱切碎 不行了 就会用到菜刀了 料理最绝第二回合不使用菜刀的料理 这一道呢 是冰库县的松永旺 雅奈小姐所提供的料理 雪白红豆汤 请事先准备好以下的食材哦 首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塑胶袋 再把糯米粉放进塑胶袋里 然后就是 加入用大豆做的味道浓郁的嫩豆腐 再仔细揉搓到糯米粉不会结成块为止 接着开始揉成十元硬币的大小 把它做成白汤圆 只要用大拇指在中间稍微压一下 会比较快熟哦 把白汤圆放进煮开的热水里 等到浮上来之后 就赶紧捞上来 放进冰水里 然后再捞起来沥干 接着把牛奶和煮好的红豆放进锅子里 用小火轻轻地搅拌一下 等到温热以后 再把白汤圆加进来 稍微煮一下后就关火 雪白红豆汤就完成了 这是一道用少少的食材 就能完成的和风甜点 原来如此有一套哦 接下来的不使用菜刀的料理开始 接下来是 大凡府的麻布法子小姐所提供的料理 奶油培根带拉面 请准备好以下的食材哦 首先用锅子把水煮开 等到沸腾后再把泡面放进来 稍微煮一下就好 接着利用煮泡面的时间 把蛋黄和牛奶 鲜奶油放进锅子里 然后就是 把味噌拉面所附的调味包 放进三分之一的料 然后好好的搅拌 等拉面煮好后就关火 再把热水全部倒掉 接着把调好的调味料 加进煮好的拉面里 再用小火拌炒一下 接着把火关掉 再加入用手撕开的烟熏鲑鱼 搅拌好后 奶油培根带拉面就完成了 这是会让人回味的美味料理 原来如此好厉害啊 接下来咧 我们请对料理世界 对美味很有研究的 评审委员长 每位大王神出场 每位大王神请出场 每位大王神啊 我在这里 我是已经说好 我会从这里出场的嘛 开会的时候 明明都讲清楚了嘛 美味大王神啊 搞什么 不会放把梯子什么的嘛 白痴大王神 请品尝我这道 完全没有使用菜刀的 奶油培根带拉面 吃美味 我叫美味大王神 贪吃大王神 也请品尝看看我这道 完全没有使用菜刀 所做出来的血白红豆汤 我不是贪吃 我是美味 美味大王神 美味大王神啊 第二回合的不使用菜刀的料理 请你评审一下 麻烦您了 这次的评审委员 作样不只有我 难道说 这次的第二回合 同样要由电视机前面的你 各位观众 一起来当评审委员 各位啊 你想吃血白红豆汤 还是奶油培根蛋拉面 请永远投票给自己想吃的料理哦 讲解内容 请各位上官网查询一下哦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投票哦 大家敬请期待评审的结果 好紧张 小子你好厉害哦 我哪有厉害啊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原来手套是这样打的哦 我看看 好好哦 小子还你 打毛线好像都不简单呢 其实也不会啊 手套又不大 很快就可以打好了 可是应该很麻烦吧 橘子一向很会手工裁缝 你应该可以很快就打好的 真的吗 上围巾只要一直打下去 又不需要变化 很简单哦 原来是这样哦 亲手打的围巾 是送你最常见的东西了 好像是哦 把亲手打的围巾当礼物送 这是我打的围巾 谢谢你 花同学 好像还不错 我看看 得这样 这个好像还蛮难的呀 橘子啊 你怎么要睡啊 你是怎么样了啊 怎么会突然想要打毛线啊 你不要管我啦 你在打什么东东啊 我看一下 不要看啦 哎呦 干嘛 那么小气 不要管我 快去睡觉 小子 你是跟谁学这些打毛线的方法 一开始是我妈教我的 因为要多一针 少一针 我觉得很困难 是吗 看样子刚开始果然很难 橘子 早 小姐早啊 今天好冷哦 你看 你已经把手套打好了 我很厉害吗 好厉害哦 手套好可爱 哦 你们早啊 早 大家早 早 早啊 这手套看起来好温暖哦 这是小子自己打的哦 哇塞 纯手工的哦 好厉害哦 原来你会自己打毛线啊 哦 哦 他好像很感动 其实很简单啦 不过还是很厉害啦 对吧 野木 嗯 就是啊 哦 亲手打的 看样子 这种传统做法 不管补金周围 永远都能受男生欢迎 好 我也要来努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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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难得 他没有三分钟热度 欢迎来我们这一车 我来看看 他是不是有进步 哎呦 哪这样啦 这里少了一针 这里翻挂来了啊 原来他是想要打围巾哦 集资第一次学 应该先从简单的开始才对啊 我看看哦 这里要这样 哎哟 我都已经好久没有打毛线了啦 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 这是什么 围巾啊 现在是当天 刚好可以用得上啦 哦 是吗 来 听说今天会很冷耶 我不用 杨哥 今天不用了 我去上班啦 结果老爸根本就没有用过那条围巾 现在想想哦 他那个时候是在男围巾啊 后来没办法 那条围巾我就自己用了啊 嗯 接下来要打什么好呢 我看就打包包好了 嗯 一定会很好看 这个怎么样啊 花同学 你也会打毛线吗 没有啦 不过亲手打的会不很沉重啊 很沉重 对啊 拿到这种礼物的话 对吧 眼墨 会嘛 嗯 不过打这个一定很辛苦吧 所以我才这么说嘛 手工打的东西 会充满那个女生的悦念哦 什么意思啊 这是女生亲手 慢慢打出来的 当然会充满到她的心意啊 有道理 女生的悦念啊 可是很可怕 得要小心一点才行 等他收到这类礼物的时候 再说这的话也不迟啊 对吧 橘子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回来了 我已经没有心情继续打毛线了 可是毛线都已经买回来了 反正臭极钢的话不重要 这是什么啊 竟然自己长长了 橘子啊 妈 橘子啊 不好意思啦 妈 这是你打的 不好意思啦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一开始打就停不下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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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